港府設立後的第一個賣的樓盤 就是藤地石劍尼 Varrier Pace 首批是138間 收費收了4400張 超額應購是30倍 基本上第一批是一定賣得了 最大手的兩個人分別用了1900多萬 買了4間入房 買了1間2房和2間3房 他應該是用來投資多 買來收了就買了 一招清袋 發展商很開心 他的兄弟盤也有得益 例如曉帕豐賣了28間 現在方又賣了幾間 加起來在同一個地方發生的簽單 是接近180中元 我估計利好方應該是超過了這個數 有些人未必會買恆基的樓 買龍笔、溫蘇河、海恩中原 整個場很黃 這東西代表了什麼呢 整個盤都是投資者居多 應該佔了六成或七成 市區盤如果賣到14000、15000、16000元 相對來說性價比真是高 而且他租出去 我估計應該一至三至一至二度都可以租到的 所以不差 作為一個投資來講 其實都挺好的 尤其是接下來6月、7月 開始減息 定期就應該會開始下去了 到時樓和定期一定會選擇樓 基本上這類型的小價錢 就是欠心細 又有租金 現在都多了人 入手去買來收租 因為現在任何人 只要拿名字都是同樣稅劑 名字就變得不太矜貴 如果你買來收租 買一房或兩房就不可以了 開房子就不要買了 我是路易小黃 我們下期再見 Bye